原民会二月十四号正式发布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 土地化设办法当中传统领域范围 未将私有土地纳入 是为了不侵犯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 不过有立委指出 包括都市计划法 区域计划法 以及环平法都有土地利用限制规范 质疑化设办法 为何不将私有土地纳入传统领域 对此原民会指出 因为传统领域化设办法 并非法律未接 因此当然不能限制人民财产权益 都市计划他们有一个法律工具 叫做都市计划法 还有区域计划法 或者说环境想评估法 那个都是属于法律层次的这个部分 依照宪法二十三条规定 它可以去限制人民的权利 但是重点是我们划设办法 并不是法律 原基法二十一条第四项 并没有包含可以限制人民财产权 这样事情 原民会公布将划设八十万公顷 原住民主传统领域土地 引发园团批评 从原本一百八十万公顷 传统领域 却只剩下八十万公顷 对此原民会表示 一百八十万公顷的调查结果 只是学术性研究调查成果 但在经过法治化过程 影响人民权益盛大 因此只能先从公有土地着手 当我们从一百八十万的学术调查成果 要把它转换成说 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一个智商同权 行使范围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虑到说 这一个对人民财产权影响 这是我们在做法治化转换的过程当中 必须进一步去考量的事情 原民会图管处副处长谢雅杰指出 传统领域若要解决死有地争议 必须从法律层次来处理 包括修正原基法第21条规定 或将私有土地争议从土海法来定定 对于涉及人民财产权的限制 才具有正当性 因此必须由行政立法共同合作 解决争议 另外针对族人质疑 私有原住民族保留地是否也被排除 对此原民会表示 私有原保地是寒阔在传统领域当中 私有原保地的部分 并没有把它排除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画这个办法 所排除的是有关于原保地以外的私人土地 在私人的原保地进行所谓的一些土地开发 等等一些行为的话 还是有所谓智商通权行使的可能 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划设办法 从公布资金引发族人激烈反弹与讨论 原民会提出行政实务困境 并认为除了行政部门 还必须透过立法部门共同来努力 记者五毛杂烙新北市新庄采访报道